花莲在地社群平台UNILIVE和花莲施工所合作 举办了花莲振兴 振兴我们一起来串联花莲在地餐饮业者推出的优惠好康 7月1号开始更推出了花莲振兴 邻里振兴美食回馈节 市长威家业邀请民众一起来担任美食特派员 挺在地挺店家挺花莲 花莲店家在0403地震后生意大受打击 为了振兴地方产业行销特色美食 花莲施工所和UNILIVE团队合作 7月1号起再推出花莲振兴 邻里振兴美食回馈节 补贴合作业者要推出优惠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UNILIVE的我们的老板 以及我们花莲帮的我们小区 我们美食部落客 那是希望说请大家都能够化身 我们美食特派员能够到花莲品尝美食 那其实也在这边跟大家说 0203的这个地震后其实也慢慢趋缓 也欢迎大家在暑假期间邀集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同来到花莲看美景吃美食 我想花莲依旧是那个美丽的花莲 那目前整个整体的一个地震的状况 其实真的是比较趋于平缓了 那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辛苦的一个店家 我想花莲我们持续的让花莲恢复到往日的荣景以外 我们持续的让花莲更美丽更漂亮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预计会有超过百家的店家来参加 让民众可以支持在地店家享用美食 我们在7月1号开始 我们预计会串联超过百间的花莲店家 一起举办一个花莲振兴的邻里美食回馈节 我们希望所有店家都可以提供一点点的优惠 让在地民众可以到这些他过去没有去过的店家消费 消费完之后他们也会留下他们的一个好评 或留下对这间店家的看法 未来提供给更多外线市的民众来花莲的一个参考跟指南 同时我们这档活动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预计会串联超过百间的店家 他们都会提供一份他们自己独家的一个优惠 所以超过百间的店家出来 可能花莲的民众会有一个幸运盒 他可以抽到这100间店家的一个大礼包 他可以每天去吃到这些店家免费的食物 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特色 花莲振兴邻里振兴美食回馈节7月1号上线 除了邀请消费者前往优质店家吃美食买好物 也请民众可以在UNILIVE APP上留下好评 或者是鼓励的话 就可以兑换使用店家的优惠 市长卫家宴广邀民众成为花莲美食特派员 一起支持在地为花莲的振兴贡献力量 借了也会换市报道